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国足 那么我们知道国足在结束了西亚执行之后 返回苏州进行完了隔离 那么隔离之后的话 足协内部是召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当中是做出了非常多的重要角色 也有不少媒体爆出 目前足协对于离铁的排兵不振是非常的不满意的 觉得他的排兵不振相对于是比较保守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的保守一方面是指的离铁战术比较保守 一般面对强队的时候都是白五后卫 然后死命的防守也不敢进攻 那另一方面的保守就是用人方面的保守 这其中主要就是集中于规划去 而在这个总结会结束之后 足协是做出了比较多的举策 比如说让高红波进入到教练组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高红波 虽然说此前直叫中国男组两次的战绩都不怎么样 也都是被足协主动辞职的 但是的话他在进攻端的确是还是有些花样的 起码比利铁要强助不少 那第二一点的话就是说规划去 像此前被利铁完全放弃的离可 被传有可能会回到国族当中 因为从国族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瞬间 就有不少媒体爆料 因为回到了中国国内 所以说中国国族的名单可以进行一切的调整 那离可的回归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此前离可在40强赛当中就被离铁招入过对中 但是从来没有用过他 随后的话12强赛的30人名单就没有了离可的名字 网传是因为受伤的原因 但究竟真实原因是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后腰这个位置上 即便是持中国进行到 非常的积极 奔跑覆盖面积都可以 也有防守 但是这两个人出球能力太差 尤其是面对沙特队的比赛就体现都非常明显 第一个进球就是因为 持中国对吧 带球被断 然后进行到断球之后又没有把球拿稳 又一次被断 最终的话让对手的萨利米打进了一记远射 所以说后腰这个能力 我不仅仅说是需要你能够去防守 更重要的是你防守一下之后 你能够把球给控住 因为你这个位置就算把球抢下来再丢球的话 对吧 对于中国对的打击意义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像李可这样一个身体素质还算不错 毕竟以前是在英式足球的环境下提取的 因为他常年效率的是英贯联赛 一个极其讲究身体对抗的联赛 另外一个他的技术很明显 也要高于持中国和进行到的 对吧 他在北京国安就是后场的出球核心 本赛季他的场均传球次数 在国安队中是排名第二的 是一个后场出球大核心式的人物 所以说他到来之后 对吧 那对于整个中国队 尤其是腰这个位置上的提升将会是非常明显 起码技术含量能够上去 而另外一点咱们前面也说了 对于规划球员 应该说足协主席程序员 此前也是明确的表示 足协从来没有干预过离铁的用人 此前网传的什么 足协要求离铁在首发规划球员当中 最多只能拍两个人 这也属于谣传 那么现在啊 这个事情他已经直接爆出来了 意思很明显 你离铁必须给我用规划去了 下一场打阿满 对于离铁来说将会是生死之战 我们应该有机会看到一个 无规划的首发阵容 那么风险上埃克斯阿兰和洛国富 我觉得是有可能连美首发的 毕竟无垒的状态也是比较一般的 他这个单刀不进的毛病是一直没有改掉 那么后腰位置上的离铁 再加上后卫位置上的蒋光泰 这样一个无规划的球员 我觉得能够让中国队 起码在开局会占据绝对的优势 面对阿满队的话 我们也能够打出足够的气势 去赢得这场比赛 甚至之后对吧 在11号打完阿满16号去面对 澳大利亚队的时候 那五规划的阵容 可能将会变得更加熟悉之后 甚至我们有可能取得一个意外的三分 从而让中国队 整个的出现形式 出现本质的改变